首先我们在刚刚介绍到这个地方 它只是一个线性 它是一个线的呈现 我觉得那个线的呈现不好看 而且所有论文里面 你要去描绘骨干 我们都是用三角形 或者是两三种不同的形状 绝对不会有人就只放一条线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是为了美观 所以希望把它这个折线变成古典图 古头的古 古典图 怎么做呢 请点它 请点它 这张图 然后格式 第二 第一请点选这张图 第二请点选格式 再来 在这个格式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图案 图案 麻烦请选图案 我先恢复一下 我先恢复一下 本来是长这个样子 本来是长这三条线 有印象吗 可是这样子的线不好看 好 所以我动了一个地方 就是宽度 那个线 才三条线 所以这边我希望它出一点 所以麻烦请 比这个图案里面的宽度 显射到六点 还有这个标记 下面一点点有看到显示标记吗 显示标记请打开 显示标记请打开 然后请射到12 本来是多少 就是线的那个宽度 好 接下来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标题 好 既然要分享标题 所以针对这张 针对这张图 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 这个轴叫X轴 我想这大家都知道 可是 X轴 它有两种标签名称 这一个叫做 我们比较知道的标签名称 就是123月的标签名称 这边还有一个主要的标签名称 对不对 通常我会觉得 你这边已经写了1月2月3月 还需要再写这一个主标题名称吗 我觉得不需要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这个月在这里 它其实会影响到我这个指标签名称的大小 所以我会建议把这个月主标签名称拿掉 那当然它在X轴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请选到这个X轴 一样是这张图的X轴 然后请把最下面 在最下面请把标题 有看到标题吗 请把它关掉 就没有那个月了 那个月在这边我觉得是多此一举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直 就是那个Y轴的栏位名称 其实我觉得在这边也是多此一举 因为就是会有同学说 老师能不能把那个值转移到90度 对不对 答案是不行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应该可以理解这边我们放的是值 所以根本就不要去呈现它 所以很多人都被说服就是把这个值拿掉 一样 他的做法就是在Y轴里面的标题 把这个标题给关掉 我觉得还是没有意义 因为通常我们Y轴是值 但当然我知道数量有数量的意义 数量金额有分别的那个意义 因为我们的视觉化分析要强调是里面那个图 那一个仪表板你要举进去十张图 那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标 除非你要抓图 否则的话 我觉得那些东西在 视觉上的意义是有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